重要的是心里头不能断 口里面断没关系 心里头不能断 念自在自 心里头要常有阿弥陀佛了 过去李老师常常教我们 念佛人真正在这一生 在往生 一定要换心 老师叫我们换心 换什么心呢 平常我们的心都留念到五欲六勤 心里头都有这些东西 现在人所讲的 自私自利 明文立阳 五欲六成 贪嗔痴慢 心里是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在心里头 根深蒂固 不知不觉 他就会齐心动念 祖师讲呢 就熟了 熟透了 随时随地 他就冒出来了 念佛呢 不熟 常常忘掉 这个忘掉叫深念 不知不觉 这念头没有了 这是初念佛的人 都有这个现象 不要害怕 什么原因呢 烦恼吸气太浓了 时间太久了 念佛太深处了 时间短 所以这句佛号 压不了烦恼 知道之后 时时刻刻提起 也会时时刻刻忘掉 忘掉 一下紧觉起来 赶紧佛号就接触 这样就好 应该有个三年五年 真控制住了 那心里头 真有佛号 除佛号之外 其他的都没有了 多谢您的 感谢观看